欢迎收看汉天卫视新冠疫情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自同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蔓延 新增病例数字死亡人数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令人触目惊心 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调整 截至到结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798万3739人 死亡人数为219644人 加州确诊病例已达到85万7689人 死亡人数为16599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到3819万2623人 死亡人数为108万7757人 我们再来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至到结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282982人 死亡种人数为6773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Alhambra 1349人 Arcadia 549人 El Monte 4590人 Montripal 1012人 Rosme 861人 Thanggabber 669人 呈现累计感染人数达到55892人 死亡人数为1341人 圣地亚哥感染人数为50746人 死亡人数为826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为61824人 死亡人数为1256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周日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 全球目前共有3720万例COVID-19的病例 超过100万人死亡 其中美国地区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超过了770万例 在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方面为全球最高 然而公共卫生专家估计 印度的病例将超过美国 印度本周日报告的感染总数超过了700万例 印度卫生部于星期日报告 在过去的24小时内记录了74383个病例 巴西卫生部称 巴西周六超过了一个严峻的里程碑 据报道巴西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万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只有美国的死亡人数在21万4000以上超过了巴西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一直以来轻描淡写的描述这种病毒性的致命性 然而巴西的新冠死亡人数却越来越多 而且他本人也被病毒感染 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正在严厉打击那些不遵守 关于冠状病毒爆发的规定的人 维多利亚州的州长安德鲁斯表示 如果感染者在隔离的第11天拒绝进行检测 则将强制增加他们的隔离天数10天 据美联社报道 安德鲁斯说 这是再三反复检测 与确定你确实还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美联社还报道 伊朗也宣布有251人死于冠状病毒 最高单日死亡人数 10月12日周一 中国的十一国庆长假刚刚结束 山东青岛市许多小区又排起了长队 人们戴着口罩 脸上显着疲惫 年纪大一些的人戴着椅子和小板凳 看样子是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 这种场景虽然跟国庆节期间旅游景点游客 人满为患的画面似曾相识 但排队者完全没有了喜悦的表情 新冠病毒的恐怖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新闻报道说 青岛又发现了本地感染病例 全市居民都要接受病毒大排查 青岛市卫健委10月12日凌晨通报说 全市制定便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方案 社区检测正在加快推进 三日内要对市南市北 李仓 劳山 承阳5个区进行全面检测 5天内完成对全市900多万人口的大排查 这是新冠病毒爆发地 武汉在2月对其1100万居民进行大排查以来 中国进行的又一次近千万人口级别的大排查行动 青岛卫健委报告说 截至到周一发布消息时为止 全市总共发现了12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其中6例是本地感染 6例是无症状感染 这次的疫情起源于10月10日检测出三名无症状感染病例 当地有关部门随后发现这些病例跟本市的胸科医院有关 周一中午青岛市已将132名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 其中9人检测养性 从8月以来中国官方的疫情通报中已经有近两个月没有出现过国内感染的病例 目前青岛匈科医院以及青岛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都已经被关闭 用于隔离病人的地方也被关闭 青岛有关部门已经决定推迟计划在10月16日至18日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投资贸易博览会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工作组周一前前往青岛 烟台和济南市要求自9月23日以来从青岛回来的人员做核酸检测 这两个城市和全国其他多个省市都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青岛旅行 烟台和济南提出的检测范围远在11假期之前 这明确显示这次疫情可能比官方所说的11之后的范围更大 这一轮新的感染病例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 据公开数据 11黄金周期间青岛共接待游客总数为448万人次 病毒有可能已经通过他们传染到了全国各地 中国国家卫健委报告说 10月11日中国新增病例21例 但青岛的病例并不包括在内 无症状病例从前一天的23例增加到了32例 中国官方并不把无症状病例列入确诊病例之中 青岛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 许多大企业如海尔公司 青岛啤酒厂等的总部都设在那里 官方没有说明任何有关新的病例 是否与旅游和经济活动有关 中国文化与旅游不推算 今年11假期中 中国共有6.18亿人次外出旅游 旅游消费出现了报复性增长 过去的那个周日是国际女孩日 今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 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下滑 给女孩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2011年为提倡女孩权益而设立的国际女孩日的联合国表示 许多国家的女孩原先就面临着困难 随着疫情问题而加剧 这些问题涵盖教育 未成年人婚姻 家庭暴力和经济机会等领域 联合国为纪念这个节日 而设立的一个网址说 到了明年 估计有4亿3500万妇女和女孩 每日收入不到1.9美元 其中有4700万人是被疫情推动进入了贫困状态 联合国表示 疫情危机导致的经济繁荣和教育的丧失 也跟暴力水平上升相连 即使是在疫情大流行之前 全世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妇女经历过肢体和性暴力 新出现的数据显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针对女子和女孩的暴力事件 尤其是家庭暴力事件加剧了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妇女研究中心的政策专家 汤普森说 在人道主义危机时期 我们反复看到其他的事情 其中包括粮食 居所得到重视 在疫情期间 孩童婚姻的案例增加 跟疫情关联的行动限制 使很多孩子留在家中 在某些情况下 使孩子跟性侵者窝居在一起 疫情也是许多家庭把女孩 送到经济情况稳定的家庭 以减轻自家的经济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